每年的這段時間,我都很怕一個人回家 因為我很怕遇到那些東西 特別是這一兩天,他們的氣息活躍了很多 他們開始默色這托街坊,成為他們的獵物 所以我會謹慎地選擇路線 小心逆逆逃過他們的煩惱 平時他們一直把自己隱藏在黑暗之中 不當性色 但飢餓的他們開始變得積極 行動變得迅速 同時我都變得更加警惕,留意周遭變化 偶爾聽到他們發出的聲音 但勇敢的我並沒有理會 一直向家裡的大門進發 差幾倍就可以回到家門口 喂,胡先生,恭喜發財 喂,胡先生,恭喜發財 我一定看過 那些某火 會提升 在炭毫無運 甚麼的